创意比赛近在运通 好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萧川老师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台北股市间下跌了 那今天其实你说跌幅很大 我觉得也还好就在那个1%上下 但是今天下跌下来之后 很多人的心情一定会非常非常不好 为什么 因为今天主跌的是市场上 大家每天在讲的AI 那到底这个盘后面它会怎么去走 那你的个股像今天才刚跌下来的AI的股票 那到底是要买还是要卖 待会我们慢慢再跟大家做分析 好不好我们来仔细看 今天整个指数不到9点半的时候 指数就开始集贯 那今天最低跌177点 那目前跌135点 我说还好大概就在1%上下 对不对 可是今天跌下来出现什么问题 你现在这条半年线看起来好像岌岌可危 对不对 如果说这条半年线真的正式跌破的话 前面低点16264可能就难保 如果难保的话那就麻烦了 那这盘不就是在创破断低点吗 对不对 现在大家最担心的就是说 到底这个盘它会不会破前提 还是说台北股市走到这里 会跟之前一样 台北股市又要开始反弹了 然后一打下就跟你说坐脚 对不对 不管它几只脚 反正打下来都是坐脚 好 盘要怎么解 我们来仔细看了 其实你看我节目除非你是今天看 如果你看了一段时间你都会发现 其实在这段期间里面 从7月份开始 我那时候跟他讲片线 对不对 在这里 我跟他说这个地方叫片线 从那个时间点开始 我都跟他讲你不要买股票 赶快把现金留着 那你这一段期间 我先说我们不是每天给你看空 从去年10月一路走多 我们都是一路走多 但是到今年7月份的时候 我开始跟你讲要保留现金 对吧 好 那再仔细看 台北股市在8月份的时候 有出现反弹 对吧 可是反弹之后呢 来到9月5号这天 我说这是最后逃命机会 好 9月5号在哪里 在这里 你注意看 在这里 盘起来之后我跟你讲 这最后逃命机会 如果说我们以当时的技术面来看 大家都跟你讲 这里就是要挑战际线 要上去了 可是我在这里就跟你讲 不对喔 你赶快卖 你再不卖的话 你自己看 到底谁对谁错 OK 好 再来 9月6号的时候我也跟他讲 这个败向引线 风险加重中 然后上个礼拜五呢 我有跟各位说过 9月14号就是这个礼拜三四左右 因为要公布CPI 所以我就说 它是一个破线的关键点 什么叫做破线的关键点 我们仔细看 因为今天台北股市 已经打到半年线 那你说破线关键点 我认为还不是破半年线 破不破半年线的问题 现在会不会去破前低的问题 我们就把这条线当做前低 16264会不会跌破 我们现在怎么去解读 其实从7月份以来 我一直提醒你风险 风险 风险 我说句实话 全市场所有的老师里面 也只有我这样子跟你说 所以当时我就有跟各位讲过 你一定很希望是我错 对不对 反正我错 大家都对 大家皆大欢喜 但是当我对的时候 市场是死一片 那到现在为止 你认为我错吗 没有嘛 对不对 那为什么我们会一直坚持的跟你说 你要注意风险 尽量把现金留住 那尤其这个盘 有没有机会打下来之后 又要开始再反弹 有没有机会 这个地方就是低档 还会说它会创波段低点 好 我们来仔细看 我跟各位讲过一个观念 今天我们在做股票 不是说每天涨停板都是你的 那个最强的股票也都是你的 对不对 我跟他说 那个最强的股票都是你的 然后涨停板也都是你的 这几乎市场九成左右的老师 都是这样子讲嘛 对不对 那我问你啊 他们这样子做法不是比巴菲特还强吗 股神巴菲特啊 比巴菲特都还强啊 那既然你都比巴菲特还要强 那你干嘛当老师 我这样讲有错吗 或许之前我们在跟各位讲解 整个盘市的时候 你都随便看看啊 反正我就是要涨停板 我就要创新高 等到间谍下来之后 我觉得我今天的节目 你可能就仔细听啦 因为总是要有人告诉你说 这个盘未来怎么走 才能够对你有帮助嘛 那盘要怎么减 我就说股市涨跌都有理论依据嘛 那你现在要去看这个盘 到底他是不是打另外一只脚 还是说他会再创破断低点 我跟你讲哦 你要去看这个理论依据啊 这个里面的那个重点啊 他有没有改善啊 如果好像有改善的话 那这盘真的有机会 那如果说没有改善 还在加重当中呢 那我还是要提醒你啊 你就要注意啊 那到底前提守不守得住 现在还是蛮大的问题哦 OK好我们来仔细看 理论依据在哪里 今天9月11号嘛 9月13号晚上公布CPI嘛 台股已经收盘了 所以我就说9月14号是破线的关键点 会不会破 9月14号应该会知道答案 对不对 那9月14号当天呢 又要公布PPI嘛 生产者物价指数 一个消费者物价指数 一个生产者物价指数 OK 那这一波呢大家都在观望什么 到底通膨的问题 有没有解 那通膨的问题有没有解 我们要从哪里去看 好各位 当时你看我节目我就跟他讲过了 看通膨最快的就是看油价 看油价 礼拜五的时候呢 北海布兰特原油再涨0.8% 然后呢 他现在来到90.65 对不对 好那各位 上去了 他创今年新高 创今年新高 好 当油价一涨起来之后 就会对整个市场产生一个疑问 什么疑问 会不会通膨再起啊 会不会通膨再起 好那我们来仔细看 那油价为什么一直创新高 刚刚我们说嘛 你现在去看这个盘 到底是他是不是 另外一打另外一只脚 还说他会再创破断低点 我们就从这个 理论依据里面的重点来看 他到底有没有改善 对不对 好那我们仔细看 这波油价为什么能够创新年新高 原因到底在哪里 他们我们之前有跟他讲过嘛 俄罗斯跟沙古地阿拉伯 原本要减产到10月份 结果呢我们讲完没有 隔天啊 我记得隔天啊 他就改了 那减产到12月底 对不对 那既然你都减产 那对整个油价的供给就开始减少 所以这个状况目前来看 他很难改善 对吧 而且呢还有一个重点 我看我那张有没有带 在这里 你去看喔 油价会不会再飙高 还有一个关键 你看喔 我上个礼拜有拿一张图给大家看 这是美国的云油库存 云油库存 到现在为止呢 他创今年新低 对不对 这是每一周每一周的变化了 那隔了一周之后呢 我们再仔细看 现在云油库存又在创新低 这代表什么意思 光是美国现在的原油的状况 他就在推升股价 在推升整个油价 所以那你光从油价这块来去看通膨 没有改变 没有改善 甚至于还有那种加重的嫌疑战 所以整个市场现在看 不然他原油 应该上看一百 我目前看起来应该几率非常大 因为已经来到90块多了嘛 对不对 好那再仔细看 那既然你通膨没办法改善 我又跟他说过啊 你这个十年级公債殖利率怎么跌 等下你这个十年级公債殖利率怎么跌 礼拜五的时候呢 还涨0.2%嘛 来到4.26啦 那现在离钱高只差一点点 钱高只差一点点 那各位 当整个十年级公債殖利率 它跌不下来之后 那我们也跟他说过啊 这对整个高估值的科技股 会比较不利嘛 所以你就会发现到啊 礼拜五的时候呢 美股呢 在这地方啊 可能就是稍微跌多一点点 开始在那边走震荡嘛 对不对 大家也在等啊 等到你礼拜三你CPI怎么公布啊 可是你会发现到啊 科技股并没有强啊 现在就横在这里啊 所以半呢 几乎还快破月线嘛 是不是 没错啦 好所以呢 当你整个十年级公債殖利率 它跌不下去的时候 那就带动这个东西 它也跌不下去啊 对啦 老师现在美元跌 104.6还好啊 那前面已经过前高了嘛 这边开始走震荡嘛 也稍微等待一下CPI的状况嘛 对不对 好那再来 如果是以这种情况里面来看 朋友们有没有想过有问题 如果说是以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 整个美元在走强的过程里面 它跌不下来 当它跌不下来之后呢 你看今天又创新低拉 又创新低拉 到现在为止 你有看到什么东西改善吗 都没有啊 所以说外资在这地方会不会大买 怎么可能 它只要钱一进来就会损 如果连外资都没有买 而且外资都还偏空 那我问你嘛 最近台北股市的成交量都出不来 对不对 今天成交量有出来 接近快2800 今天是杀盘的量 你还没有搞清楚今天是谁杀了 等一下我们讲个股我们再来说 所以呢 从整个9月13号就礼拜三礼拜四 公布的CPI之后 我的看法是这样 其实公布完之后 你9月升不升息 其实现在已经不是重点 因为你整个油价上去之后 你后面通膨一定都上来了 所以呢 市场上有一些联准会的官员就讲 9月可能会暂停稍微升息 暂停升息是适当的 但是可能会要再次升息 这个东西我解释过了 你要升就赶快升 赶快把这件事情解决掉 可是像看到油价在上涨的时候 就算你9月不升息 你难保你11月你12月不会再升息 那麻烦啊 你要拖很久很讨厌啊 为什么 因为你公在殖利率它跌不下来 它在那边跟你套啊 在那边跟你盪啊盪啊盪啊 你美元也跌不下啦 我问你啊 你外资什么时候要进啊 你把时间拖久外资进不来的话 你觉得这盘能够撑多久 想一下啦 真的 我的讲法跟江老师不一样啦 不是每天掌停盘啊 每天创新高都我的啦 像今天这个盘到这个时间点啊 每个老师都跟你讲大赚 真的啊 每个都是大赚 你看我们早就高的 你就卖掉了 我又大赚了 掌上来的时候跟你讲说我都有 结果你赔翻天啊 对你有什么帮助 这样我就说啊 最强的股票是你的啦 掌停盘你都有啦 你都比法贝特还强 你还来当老师 你没想过这个问题 我们大概真是的 再来 所以我就跟他讲啊 通膨还是谨慎点 有没有 这东西没办法解决 到现在为止 一直都没办法解决 好 那再来 如果以这种情况来看的话 除了通膨这个问题 你现在没有办法解决 那接下来还有什么问题 我上礼拜四有跟大家讲过 更大的风险正在酝酿中 什么叫更大的风险在酝酿中 好 那各位 很多东西我都提早跟各位说明了 像我们这个LINE AD里面 礼拜四的时候那天 你注意看 9月7号嘛 早上9点18分我就把文章发出去 早点让你知道内容问题发生在哪里 那时候我跟各位讲过说 接下来面临的问题在哪里 我列出四点嘛 对不对 我们看一点就好了啦 没有那么多时间 如果技术面说盘久必跌嘛 这里你要提防说 美股会不会有变化 什么变化 我说这里你要留意啊 它会不会形成头肩顶的形态 对不对 好 我们来仔细看 会不会形成头肩顶 你看 目前这是稻穷 其实我说句实话 稻穷目前看起来都还好 因为它本身有 那个石化工业 有那种原油的概念个股 你油压长起来它会动那个东西 那也算全职的东西 所以照理说稻穷应该都还有称 可是你不能用稻穷 有没有称来去看台北股市 因为你台北股市权重 最重的是电子类股 所以到这个时间点我就说啊 这是头部嘛 这左肩到底这是不是右肩 你赶快冲过去吧 你冲不上去 如果再跌下来 这里就是右肩 肺半也是一样啊 有没有 左肩头部嘛 这里到底是不是右肩 你赶快涨上去 如果你涨不上去 正式破月线跌下来 那头肩顶就出来了 这头肩顶就出来了 当头肩顶出来之后呢 你后面整个半年线你再破 我跟你讲哦 那个整个全球的压力全部都出来 所以最大的危机到这个时间点 不是说你今天台北股市涨跌怎么样 是你美国股市它会怎么去走 你不可能说美国股市跌然后你跟我说台北股市要大涨 那我抠你 你每天早上起来你不是都在看美国股市吗 到底昨天涨跌 一跌的时候你会觉得啊怎么办啊 这真是很讨厌是不是 所以哎 到底这是不是头肩顶 我们拭目以待嘛 为了跟大家说过 这个礼拜后半周了 大概就在9月14号左右嘛 如果说美股上不去 然后呢正好因为通膨的问题又造成什么 这个礼拜它再继续跌 我跟你讲那你要注意哦 不管9月生不生息哦 接下来费半去破半年线的机率非常大 那如果是这样的模式的话呢 台北股市只跌了 你想太多了吧 是不是 所以我就说啊 后半周啊 台北股市上半年线 大家岌岌可回来 大家这礼拜应该在这边走震荡一下 因为今天已经跌下来了嘛 那接下来如果美股再跌呢 那你前低就很麻烦啊 是不是前低就很麻烦啊 这一赛一破呢 我之前就有跟各位讲过 我说从7月份我就跟你讲 这个牌 目前台股的问题最大是在融资 我那时候跟他讲嘛 你前面已经跌一千点了 前面这个已经跌一千点了 如果说你这个地方在破前低的话 我就说啊 那又融资断头就出来了 当你融资断头一出来的话 第二千点 那个时候我后面再来讲 我们后面再来讲嘛 我们就看后面 这个礼拜后半周CPI怎么公布嘛 公布出来的结果是怎么样嘛 我只是提醒你 要小心啊 我一直能提醒你要小心啊 你不相信我也没有无所谓啊 可问题是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 股市有一个二八法则 两层的人大概是赚 两层的人赚钱嘛 八层的人几乎都赔钱嘛 那现在整个市场里面呢 九层以上老师都跟你讲每天涨停板啊 你认为那个是赚钱的 那就不符合欧巴法则啦 而且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如果今天你去看到那种 每天涨停板 每天创新高都是你的 如果你看到这种老师 到现在为止你是赔翻天哦 如果你说啊怎么搞得赔一大堆 对不对 如果你让这种讲法 成为市场上的主流的话 就每个老师都这样子跟你讲 不论你今天在那个地方赔到钱 如果说你让他成为主流的话 我跟你说 以后你的小孩做股票 你觉得他会赚钱吗 想一下 很多东西都是逻辑在做推理 那当然今天大家会比较担心的是什么 是这个啊 AI股啊 全部都跌啊 国运跌停板 冷卫生也打到跌停板 秦城打到跌停板 技嘉今天盘中也打到跌停板 其中差一点点也打到跌停板 你看全部都大跌哦 伟商今天也大跌哦 是不是 那AI要怎么去研判 好我们来仔细看 上个礼拜有一则新闻嘛 黄安新大卖什么 辉达的股票 我有跟各位说啊 他卖的股票就 他所有持股里面一滴滴而已啊 搞不好就身体上面的一个指甲而已啊 问题不在这里啊 问题在哪里 上个礼拜有一个最重要的新闻 没有人讲 AI有一档标股叫做C3AI的 他公布财报出来之后 他对于未来的预期 他说你要有亏转 你要等很久 所以当天他的股价跌了两成多 旁后跌两成多啊 那现在这种状况 不是说只有这档叫做什么 C3AI的股票 当初博通公布财报之后呢 他也告诉你后面预期不好的时候 你看他就大跌下来 是不是 所以当时我们在跟各位分析的时候 我说重点在哪里 NVIDIA的股价公布财报之后 他都上不去了嘛 那你现在离那个季线啊 44.6 昨天说在455嘛 不是季线喔 那个应该是月季半年线 半年线的位置差不多在374嘛 所以你现在没有多少 没有差多远你就要开始破线啊 应该是纪线啊 如果你这地方差一点 你就要破纪线啊 那这一破呢 上面头部就出来嘛 对不对 好那再来 我当时也跟他说啊 这次他公布财报问题在哪里 之前前一次公布财报 AMD有上去啊 这次到现在为止都没上去 都没有上去啊 是吧 所以你应该还记得 有看我节目的你应该还记得 我在礼拜二 对上个礼拜二 我就有跟各位讲过 你要注意哦 很多AI的个股如果他上不去 他就是做右肩 他就是做右肩 对不对 好各位 你可能不懂什么叫做右肩 刚才我跟他讲过 这波已经很多个股呢 他破右肩跌下来 破右肩出来就是代表说 这头部都成型了啦 所以呢 当时我们有跟各位说啊 我们是做放空嘛 右肩放空就跌下来啊 右肩放空他就跌下来啊 右肩放空他就跌下来啊 是不是 右肩放空他就跌下来啊 没错嘛 所以我就说 接下来你要提防什么 AI的个股会不会像这样的 破线之后 右肩出现 他就跌下来啊 所以那时候我有举一档个股 去做例子啦 因为讲到股票可能会得罪人啊 因为你可能心情也不好 老师你怎么会在讲我的股票 我没有让他胸若紧下时啦 真的我也没有啦 我只是提醒你啊 你当初不听啊 我说你不能让他破右肩嘛 所以那时候有跟各位讲过啊 上个礼拜应该在这附近嘛 5 4 3 2 在这嘛 那天我就跟他讲啊 你认为这个很好 你觉得AI非常好 你一定要买 你不买不行 你赶快买啊 真的啊 我就说你赶快买 把他买上去啊 把他买上去嘛 买上去就发起这个优间啊 结果你看这种盘 这个量你怎么买上去 是不是 结果呢 今天就创经济破断地点 对吧 好那再来 今天在我们的Line Edge里面 我也有提示啦 因为我看时间够不够 我们尽量讲 今天9月11号嘛 早上大概9点12分啊 其实这一开盘的时候 我们就赶快发给各位啦 因为很多重点 其实老实讲 我大概看个5分钟左右 我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有时候 没事我就提早发 好 今天我就跟大家讲啊 今天目前台股AI概念股 有破线坐右肩 好 那这地方呢 有一坐右肩的股票 还有什么坐头的股票 所以我说今天AI概念股呢 有压力加重的迹象 请各位小心持股的变化 对不对 所以那时候我就跟各位说过了 这下我们空右肩的股票 后来呢我们空什么 空偏高档的股票 群创嘛 尾创嘛 那时候跌下来啊 建议跟黑棒下来 有没有 其后骂高档空啊 建议跟黑棒下来 有没有 建准 高档空啊 你看今天它跌到哪里去 跌到哪里去 有没有 我也说过啊 我不鼓励你放空啊 如果你都做多的 你就把现金留着啊 你有做空了 我们就加减赚 好 就是这样子 我也不要再举了啦 因为这几乎在你伤口撒盐 我还是提醒各位啊 风险是你自己 你要自己住 因为那钱都是你的 好不好 那这个时间点 我说过啊 你这个地方 你赔翻天了 你很难过年哦 你真的有心要过年 过好年的 50%你到明年封关 好不好 那你手上持股 我再帮你做处理 欢迎你来电咨询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儿回来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鼓动乾坤 运达投顾 真心照顾 运达投顾 成立于民国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 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 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 投顾公司之一 投顾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 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更不沉默 专业 智慧 经验 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 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 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投顾 真心照顾 02 2781 09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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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达投顾 真心照顾 爸爸 为什么到路口要停车啊 因为我们是知道啊 我懂了 对方是干道 不管执行或转弯 都拥有优先通行权 没错 只要设有停让标志 标线或闪光红灯的 就是知道 应让干道车先行 要是没有那些标志标线 或者号制呢 那就进入路口时 少线车道让多线车道先行 车道数相同 转弯车让执行车先行 两边都执行 左方车让右方车就对了 知道让干道 安全最有道 好 欢迎回到现场 台北股今天跌下来 因为到现在为止呢 整个半年线是岌岌可危 那当然这个地方会不会再破前提 刚刚给各位一个观念 你就去看美股 如果说这个礼拜后半周 因为通膨在一起的话 让美股再下跌的话 那你不用说台北股是已经守不住 好 接下来就是面临到一些 融资断头的问题 好 所以呢 到现在为止 手上持股可能稍微注意 因为今天整个连AI都跌下来的话 它势必会拖累台北股市的融资维持率 好不好 所以呢 有任何需要的 过往年50% 扶你到明年封关 欢迎你来电咨询 我们明天见 拜拜 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人生动不动都在竞争 不动不动就爱水烦牛 不动就爱水烦牛 2781-0909 运达投顾 真心照顾 运达投顾 成立于民国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投顾公司之一 投顾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更不沉默 专业 智慧 经验 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 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 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投顾 真心照顾 02-2781-0909 2781-0909